大家好,歡迎收看 Flashing Joy 今天主角是誰? 是Nexus 5 先說一句,不好意思 這次Nexus 5的超頻 3GHz 教學 要大家等了幾個月 雖然是這樣,小弟 這次這條影片做得非常辛苦,非常花心思 希望大家超頻超得開心有放心的同時 記得按個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是 Flashing Joy 的 Ray Ma 首先談談事前準備 要在Nexus 5 上超頻 首先要取得 Root 權限和安裝 TWRP Recovery 在 Root 權限方面,網站 Flashing Joy 已經有相關的教學 大家首先進入我們的網站,然後去刷機教學 再在裡面的Nexus 5 教學 最底的一個就是 Root 權限制 而上面的一個就是超頻 3GHz 之後的跑分測試 至於 TWRP Recovery 相信大家只需要到 Google 輸入 Nexus 5 TWRP Recovery 就有超過 1000 個選擇給大家選擇 所以小弟在這裡就不再重複這個教學 還有大家就需要去到 Play Store 下載一個 叫做 Trickster Mode Kernel Setting 的 App 這個 App 就是用來給大家進行超頻和進階的設定 而且這個 App 是完全免費的 好, Root 完安裝完這個 Recovery 現在是時候安裝這個超頻 Kernel 首先大家要長按這個電源鍵 去選擇 Power Off 聽到它移一下之後 就可以同時按住 音量加音量減 以及這個電源鍵 就是進入 Bootloader 進入 Bootloader 之後 再按兩下就會有 Recovery Mode 再用電源鍵確定進入 進入 Recovery Mode 之後 大家現在就需要按這個 Install 然後再去選這個 大家剛才下載的內核 然後就向右拉確定刷這個 Kernel 好了,一秒也不用刷完 然後就 Wipe 一個換傳 清除大家的一些 App 的換傳 就可以減低等會出現 Force Close 的機會 其實基本上 Wipe 完這個換傳 再去安裝這個 Kernel 基本上就不會有任何的情況出現 咦,斬了限就完成了 沒錯,是斬了限 因為小大是飛了片 大家如無意外 是要等一兩三分鐘 好了,完成清除換傳之後 按 Back 然後大家會看到 Reboot System 當然是重新開機 由於大家剛才清除了換傳 兼且安裝新內核 第一次開機是比較需要時間的 反正都是等它開機 請容許小弟做少許宣傳 各位人厚的網友千萬不要 Dislike 我就可以了 四部旗艦機中 HTC-1 Galaxy S5 Xperia Z2 和 LG G Pro 2 各有特色 大家會選哪一部呢? 未想到的,可以看看我這部片段 會有這麼多部機的不同賣點 喜歡看的,給一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吧 Subscribe 我就最好了 有更多更好的教學 大家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另外還有更多手機教學 以及一些對比的片段 例如 HTC M8 的 Boomtown Xperia Z2 的 S-Force Front Surround 的雙喇叭對比 他們的音質差哪一度 外放的質素又是差多遠呢? 看一段影片就有它的實測給大家看 好,重新開機之後 我們首先進入設定 再看關於手機這一行 現在大家就會看到它的 Kernel Version 即是內核的版本 會升級到3.4.84 就是大家剛才下載安裝的一個內核 這個內核支援最高超頻3GHz 至於完成一個超頻的工序 就需要進入這個 Trigster Mode Kernel Setting 進入一個 App 之後 大家就可以由螢幕的左邊向右拉 就去到一個選頁的版面 General 就可以選擇一個 Frequency 的 Control Frequency Lock 就是確保大家所選擇的最高和最低頻率 是在任何時候都鎖定的 即是不會變回原廠的設定 最低頻率方面 就建議大家選擇1.19GHz 或者1.26GHz 一方面它就不會太浪費電 同時在一個普通的UI操作 也會更加順暢 至於Max這個最高頻率 按照大家的手機和需要 如果手機的體質好 它最高可以超頻到3GHz 而小弟的這一部 最高只可以超到2.8GHz 我意思是穩定地超頻 而Governor一方面 就有Performance和Interactive去選擇 日常一般使用 就建議大家選擇Interactive 一來比較穩定 以來比較沒有那麼熱 和一個沒有那麼浪費電 可以說是 然後完成選項之後 就在頁面的頂部按Take 確定 大家就會看到Apply successfully 然後再在畫面的最左向右拉 大家就會看到Specific 這裡就有一些比較進階的設定 包括一個快速充電 而這個MP Decision 就是Qualcomm原裝的一個 處理器效能和電源的控制 建議大家關掉它 就會有更好的效能 這個Multi-core Saving 的Power Saving 也是建議大家選擇0 它的效能就會比較好 至於Temperature Limit 這個Temperature Limit 建議大家切去68 因為如果超過70 其實就很容易會因為過熱而關機 其實這個Temperature Limit的原理 就是去限制你的處理器的最高溫度 去到一個指定的溫度 它就會把你的CPU降頻 去降溫 原裝就是60度 為了得到更多效能 而且又更加穩定的 切去68 就達到兩個目的 就可以了 GPU方面 這個GPU 這個Kernel 就不支援GPU超頻 所以最高頻率就是450MHz 而這個 建議大家選擇On Demand 或者選擇Performance 這個就會比較省電 但Performance 任何時候都會比較暢順 另外這個內核 就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選擇一個像LGD2 那樣的Double Tap to Make 就是雙擊效螢幕 就會開啟到它的螢幕 或者是開啟On 大家的App 就會開啟到這個效能 還有下面的這些就是 CPU的頻率的電壓設定 按著大家的電話的體質 以及需要去微調 在超頻的頻率方面 這個就是小弟覺得 最穩定的一個設定 同樣完成設定之後 就按Take去確定一個選項 也有Apply successfully 在大家的螢幕 右向左拉 就會有一個Set On Boot的設定 那Take去 大家就會開完機之後 繼續保持這個設定 那就不需要每一次開機 都重新進行這個設定 都幾方便的 好 那怎麼確保大家 有沒有真正去超頻呢 就建議大家使用這個CPU Z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由於鎖定了它的最低頻率 是1.267GHz 所以現在四個Core 都在一起在1.267GHz 而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Clocking Speed 最慢是300MHz 最快是3GHz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觸控這個螢幕 它有CPU Load 就開始調了頻 上去2.7GHz 好 Nexus5的超頻教學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在YouTube Channel 留言去發問 或者去我的網址 Fletching Drop 去留言發問 小弟會用盡我的能力 去幫大家解答 一齊熱難雜症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小弟現在 懇求大家 去Like我這個YouTube的片段 或者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感謝各位 小弟 請... 還請... 請... 寶...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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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